美国国会山庄的坎农大厦办公大楼 18号遭示威人士占领 他们身穿黑色上衣手举标语 在圆形大厅静坐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并喊出让加萨活下去的口号 这些都是亲巴勒斯坦民众 人数在300人左右 美国国会警察局 以国会大厦禁止进行示威活动为由 陆续将示威人士一一逮捕 不过他们没有剧烈反抗 双手反抗被带走 整个过程还算平和 但其中有三人被控袭警 但共和党籍德州众议员韦伯 因办公室外 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标语 遭人破坏 在社群媒体上目抢示威者 国会山庄外也有多达数千人展开游行声援巴勒斯坦 这样的冲突场面同样发生在长春藤名校康乃尔大学 一名副教授在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中演说 公开力挺哈马斯突袭行动 引发极大争议 此外一群亲巴勒斯坦群众在剑桥举行示威活动 并徒步走向哈佛大学商学院 一名以色列学生举着国旗双方叫嚣对峙 马里克说 他的母亲和姐妹都还在特拉维夫防空洞中生活 希望外界支持以色列 尾巴的冲突持续 造成美国社会出现两极反应 校园内外都不平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